今次是日本电视台踢爆了911 叫做9117个疑惑 在2001年911发生之后 日本就将911最后报告书一一刷解 访问了好多专家 以及飞去美国和加拿大 搜集了好多证据 包括证言和证人 看完这几条片之后 因为它有七集 我分开七集来翻译 看完这套片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原来被传媒压足这么多年 有正有据千真万确 这个110层的细务大厦 俗称五角大楼的国防总署 正在细务大楼死了3200多人 总共四部飞机被骑协 接着小布殊就要发动战争 美国立刻攻打阿富汗 接着还说伊拉克有大杀伤力武器 还打了伊拉克 这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是日本搞笑艺人不夜舞 我看大家都应该认识他 如果去过日本留学 或者在日本看过电视节目的人都知道 这里写着真实背叛料尝试 究竟911事件是怎样发生呢? 首先是骑劫飞机的路线 总共有四架飞机 AA-11 UA-175 AA-77 和UA-93 首先是7.59分 早上飞机 是AA-11 8.46分撞向西贸大楼的不逆 然后是AA-175 在早上飞机 8.14分起飞 早上飞机 9.03分撞向西贸大楼的南野 然后是AA-77 在早上飞机 8.20分起飞 早上飞机 早上飞机 9.37分 用一个超低飞机的方法 撞到五个大楼 即是国防总部 然后是UA-93 早上飞机 早上飞机 8.42分起飞机 在皮赤公园的郊外 早上飞机 早上飞机 10.03分 我们留意 特别是这四部机的时间 尤其是第一第二部 撞时分别是8.46分 和9.03分 撞向北翼与南翼 当时美国有部电影 叫做华氏911 电影监督是 Michael Muir 里面有小布殊的影像 他说出当时911发生之后 小布殊在做什么 原来当日他访问佛罗里达州一间小学 在佛罗里达州的布卡小学 在电影里面 都没有的一个新事实 日本电视台就访问了这个校长 校长说当日 小布殊来访问 发生的事我一一告诉你 还有 有一位律师道出 小布殊是一早知道911会发生 他容许911发生 律师带着400人要控告美国政府 美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在四年后的七月 出了本911最终报告书 但这本报告书浮出了七个疑惑 日本电视节目就将它一一拆解 其中一位专家就说 五个大楼各航部 是完全没有飞机撞起来 日本电视台找到五个大楼 爆炸前后的影像 完全是冲击你到现在的认知 究竟影像是什么呢 还有第四架飞机被人骑劫 乘客打回家 即场直播的骑劫电话 又被人踢爆 专家说这个电话是从另一个地方打的 另一位专家说第四架飞机 是被自己的战斗机击落 在这个背后巨大阴谋里面 有一个完全冲击你的事实 究竟小布殊是否全部知道呢 一开始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夜幕 他说今天是911的特别节目 一起主持这个节目有 都是日本熟口熟面的明星 另一个女主持江口山就说 当日911发生之后 有12架飞机 可认不到行踪不明 美国当时好混乱 日本亦有新闻有12架飞机行踪不明 女主持就说当时究竟小布殊在哪里呢 原来在佛罗里达州 被骑机的飞机总共有四部 第一部联合航空175 在8点46分撞去世贸大楼的北翼 这位明星说当时是一个记者在做报导 他背后的大厦在火舞烟 第二个飞机也在波士顿机场起飞 在9点05分撞去世贸大楼的南翼 有一个明星说 这么大的飞机都可以U-turn地飞 第三个飞机在华盛顿机场起飞 接着一个大U-turn低飞撞去五角大楼 接着就是10点03分第四架飞机 在皮柱公园坠落地面 有一个明星说 第四架飞机当时是 当时这架飞机是有电话直播 有一个乘客 牺牲自己 与劫机者搏斗 结果 飞机撞落地面 除了世贸大楼五角大楼 另外还有一架UA93号 想撞去华盛顿白宫 结果在白宫附近的 皮脂公园郊外聚落 为何这个UA93号 的劫机反 达成不了目的呢 专家说 UA93是被美国空军击落 电视节目的第一个疑惑 什么? 骑劫的飞机被美军击落了? 被骑的飞机被击落的现场 究竟现在是怎样? 日本记者去采访 立刻由纽约坐五个小时车 终于到达了 上克斯维尔村 这里人口只有250人 很难相信这样的悲剧 在这条村 相隔五公里 飞机就在这里聚落 当时这个位置禁止任何人进入 其中一个就是祈祷灵魂的地方 当时事发三年后 也有很多人过来祈祷拜祭 这位大叔就说 给乘客这个敬意 UA93号旁班 在美国人心中 即刻骨铭心 在当时的7月22号 关于该事件的报告书已经发布 根据文章描述 当日的UA93号班 在纽约附近的机场起飞 是8点42分 方向是飞去旧金山机场 在上午的9点28分 骑劫小组就接管了这架飞机 在9点36分 飞机就来一个大回患 就向着华盛洞方向的白宫飞过去 接着飞机就急降坠落地面 究竟坠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于这个UA93号航班 抱有非常强烈疑惑的人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David Ray David Ray Crimfin 他是克莱蒙特大学的 大卫格里芬教授 他认为在事件之后 政府的调查是完全不充分 接着他自己抽策情报 去调查 他说UA93号班 有很多不可解的事 他所说的不可解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飞机的残骑 跌了在很远的地方都找到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通常飞机撞地面 残骑只会在一公里里面 而当地居民 记者访问他们 这个阿蕾就说 哇听到 很大声 接着飞机残骑跌到 在一个花园里面 很多残骑里面有信 安全带之类 真是很多残骑 这个阿蕾就住在印第安湖 距离三公里 我看到湖的对面有机体碎片 还有些跌到湖里面 然后日本再找这些证人 去到更远的村落 去到辛巴尔迪摩村 比较近远的下一个村庄 村民就说 哇这个草丛 好多紫碎 飞机坠落在山的对面 还要好远 真是好怪 哇 可以碎片来到这里 飞机的碎片飞到这里 我都吓了 这个辛巴尔迪摩村 距离13公里 接着日本记者又发现到 意外的事 这里的村民就说 FBI叫他们把残骑拿出来 我全部收集了 给了他 原来这村的所有残骑 都要全部交给FBI 但是这个阿蕾就拿着贵重的东西 他在交给FBI之前 就拍了一张照片 是一张支票 这是烂了支票的一张照片 阿蕾跟他的小朋友都意有同性 就是跌在这里 支票好像报纸给火烧 根据目击者的证据 飞机的残骑竟然去到13公里以外 究竟会不会飞到那么远的问题 这个问题 就要问日本航空专门研究空难的 本来是飞机师 石桥明先生 他说如果飞机坠落 残骑去到13公里 他说完全不可以想象 残骑都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究竟为什么在13K路之外 都会找到残骑呢 石桥明就说 除非飞机是在坠落之前被毁坏 就会跌到很远的地方 如果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毁坏 飞机就会碎成碎片 在这种情况下 残骑就会掉落 13公里以外 究竟这部飞机在飞行中 怎样被毁坏呢 接着这个发言吓你 大卫教授说 93航班是被美国空军击罪的 教授说93航班 被第二个飞机击罪 是有很多目击者 的一个是911之后 新闻都在说很多人发现 有人见到 旁边有另外一架战斗机 原来是F16战机 然后日本记者就立即打电话 给这些目击者 但是你看看这些名簿里面 全部都拒绝 是一个都不肯 但是 在加拿大有一个人 拿着重要的情报 然后日本记者就立即 飞去加拿大找他 日本记者就到了 温哥华 原来这位是托马斯 是以前美国海军 现在是记者 他说见到第二架战机的人 全部被FBI封口 不准他们说话 所有证人都拒绝采访 原来就是FBI做的好事 还有汤马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情报 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911当时一个地震观察所 的一个data 93号航班聚落之前 40分钟之前 一个很大的震动 究竟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大卫记者就说这个是代表 战斗机的冲击波 是记录了战斗机的冲击波 这个就是战斗机存在的证据 所以93号航班 是被 战斗机 F16 击聚 他就说成 乘客和他同归于尽 911报告书 完全没有港部战机 啊 93号航班 是被自己人打回来的 还有 日本发现到在网上 原来打他下来就是这个人 他有陆军大座 格朗普雷先生 这张照片就是把飞机打下来 穿着那件战衣 还有在2002年的9月11号 美国就将他表扬 但是表扬的原因是完全不明 接着节目的嘉宾全部 13公里以外会不会是风 但是当时的风是反方向 这次就翻译着这么多 这个就是疑惑一 第1集 到我们讲一下 我们真的要知道世界的真相 这是世界大事 不要以为与自己无关 控制西方国家背后的就是犹太寡头 西茂大楼是一个犹太人都没有死 塔木德里面说 除了犹太人 所有民族都是 凯尔摩希伯来瑜就是畜生 好了,接着下一集 大家再见 之后还有很多精彩东西 真的说你都不信了 所以要拿证据出来 我们下来的中国人 和他一段时间 的关系 没关系 可能 我们下次面 我们下证签 大多数 我们下证签 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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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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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